他家裡很多假規的 他等於是這樣 因為不鎖房門這個假規 房間裡面跟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在 在那個的時候 跟我媽對到眼 媽媽在我旁邊站了5分 如正常 會不會摸到媽媽的 自己在那邊這樣 對啊 我都很尷尬 厲害啦 結果是 你要了控訴 柔柔要控訴 他哪有什麼假規 不是 我有什麼好控訴 有 他家裡很多假規的 你說魚家 魚家的假規 是不是這樣 透過控訴我 然後控訴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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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著和尚罵凸鱼 指著凸鱼罵破 喂 管理他大規 不要這樣 他說瓜 你們家是假規很多 蠻多的 對啊 還好吧 還好嘛 因為魚翔絕對都沒在管家規 對啊 我不理他 看一下他們魚家的家規 有多可怕 來 你這一套孕婦裝厲害 幹嘛鎖門啊 喂 我再換衣服等一下啦 幹嘛鎖門啊 什麼很危險 我換衣服怎麼辦 你在幹嘛啦 幹嘛鎖門啊 你平衣服 你平衣服 我會看得到啊 你平衣服 他說你幹嘛 無聊喔 好 來 拿筷子 拿筷子 沒差 只有我們兩個都沒差 就是習慣的時間 就是習慣的時間 你習慣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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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很難 剛剛不行的時間 來 要穿這一件 等一下下去會有把它捏 有露出來 露肚子 然後把肚子露出來 然後穿一露肚子 這還好 你看這空間這麼大 哪會不會 不是空間大 不是全身要慢慢畫看嗎 還好嗎 我幫你講 我跟妳講 這除了寶寶 太緊了吧 現在的人都這樣穿 我來 我來 我跟妳講 這完全就是 家裡的規矩 這不是我訂的規矩 這一行都不是我訂 但我家規 我跟妳講 當人家的媳婦 就是要去端人家的飯碗 對 所以 很多東西都是要 必須要硬直接受 要融入 鑽吞下去 鑽吞下去 但是有時候 苦媳婦 他也會熬成破 長大了 有一天他會 對不對 他會老 他會老 繼續活 對不對 第一條就是這樣 對 絕對不能鎖房門 換衣服 你不能鎖 對 他們家的規定就是你們 就房間門 任何人的房間門 就是都不可以鎖起來 不能鎖門 就算了 就是有時候 魚媽媽還會直接 就是衝進來房間裡 完全不敲門 不敲門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在 看電視 然後他可能敲門 就敲個一兩下 我們沒有聽到 然後我就會很不自在 像是我洗澡完 不是都會擦乳液嗎 然後我就在床上擦乳液 都會搞得很緊張 因為我就會怕誰要突然衝進 對 還有一次更好笑的是 就是我回新竹 然後他一個人在家 然後他就在家裡看A片 然後他是戴耳機的那一種 然後那時候他媽媽就站在後面 就是這樣子看著他五分鐘 我回家的時候 他媽媽 他媽媽就跟我說 魚香圈在家 就是一直在那邊看A片 不是 你知道我那時候買了一個 為什麼 我買了一個 不是 等一下 我解釋一下 我買了一個BR BR眼鏡你知道嗎 BR的 他很像 有用嗎 我真的耶 我跟你講那個超棒 金手指看得清楚嗎 你會這樣 你知道 你會這樣 會想摸 對 然後你會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他媽媽的畫 不是 那是好 然後戴耳機 然後戴眼鏡 你不會發現 看不到 我媽在我旁邊站了五分鐘 她不行 會不會摸到媽媽的 自己在那邊說 摸到媽媽 摸到媽媽就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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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就是 這個家規 然後也害到你媽媽自己 對不對 因為 你來講吧 因為媽媽自己也不鎖 自己也不鎖 不能鎖 他一定不能鎖 他一定不能鎖 你也不能鎖 對不對 有一次我就進去 我就進去 媽 然後她在換衣 我跟她是全裸的 全裸的 然後她說你幹嘛不鎖 我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你幹嘛不鎖 那你也不鎖 你也不鎖 你幹嘛不這樣為難彼此呢 大家 家人就 要不然就改了嘛 玉圖你怎麼看 鎖嗎 我自己有被婆婆看過裸體的時候 那OK 我還會 又不是公公 不是 喂 我婆婆是說 她是進來說 就是沒關係 你有的我都有這樣子 我還更尷尬 我小時候 因為不鎖房門這個家規 你知道 我小時候 在房間裡面 跟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在 好好講 好好講 有現場有衣服 小心會動到台上 她知道我教過 以前教過很多女朋友 拜託不要跑 在那個人的時候 對到眼 跟我媽媽對到眼 對到眼 你媽媽也沒有敲門 你又沒敲 她有 可是我可能沒聽到 所以已經被蓋過去了 on fire 所以我沒有聽到 那怎麼辦 門迅速再關起來 媽媽媽也會有陰影 沒有媽媽自己 自己就自己這樣開開 把她拉起來 對到這樣 媽媽還真是想 繼續說 好啦 我跟你講 不要鎖門 但是要敲門 要敲到裡面的人來應門 不要散闖 要回應 要等她們散闖 可不可以進來這樣子 對不對 如果說門一敲 然後裡面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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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敲 這麼快要好了 至少要有回應 對 對 好不好 筷子拿不好 舊媽 嚇死 我們家舊場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家筷子都拿很好 跟在拿毛筆一樣 差不多 我們家是從小就要寫書法 我後來寫 這個是 這個是每個早晨要寫一個鐘頭 練書法 對 盡心 你看 而且要懸碗 懸碗很累 憲哥 有書法真少 書法寫很好 還不錯 你看 對啦 筷子用不好 你那個不好看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用湯匙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是到長大 就還不太會用筷子 然後我第一次去他們家吃飯 我有學 可是我就是會 就是會不小心這樣指出去 這個是我媽最討厭的 對 就是手指頭會不小心指到別人 然後余媽媽她就會在旁邊 就會一直唸 她就說 你這樣子 以前什麼外公在的時候 你就被罵死了 直接這樣子打你手 然後一開始我就吃飯 壓力都超大的 我就不太敢夾東西吃 後來她有發現 就知道我不太會用筷子 妳不要這樣嘛 好不好 這樣會不小心的 媽媽看已經不高興 妳改換成 換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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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不要亂教 不要亂教 不好過 壞子拿工整一點倒是比較OK 對啊 妳是倒汗嗎 妳怎麼會有汗流成這樣 妳穿那麼少 妳又倒汗 妳現在很通風 不是 因為她聽到柔柔在控訴語講 她很擔心 這就是 有冷汗 妳會這樣倒汗就代表腎虛 腎虛 身體是好的吧 腎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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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柔沒有流一滴汗 現在 她腎現在是不是虛了 完全不熱 反正就是 我平常就是在家裡 就只能穿得很寬鬆的這種 因為如果我穿比較緊的話 余媽媽可能就會說 妳這樣可能小孩看了都好難過 可能會勒死她 她也這樣子說 她這種穿比較緊的什麼會勒死小孩 家裡 余媽媽比較喜歡 家裡當然是寬鬆 比較HIP HOP 不是 她喜歡HIP HOP 她現在懷孕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講 狀況是這樣 她都會穿以前她穿的衣服 因為她以前很瘦 是啊 就是會感覺 妳要爆開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我就說 妳不要穿這樣子 我媽一定會念 然後想把我的小孩 有一點感覺 講真心話 我們找一些資料找好不好 那個雅賓姐說裸露就是不穿 憲哥 憲哥就是公道 這個 你看看他有沒有 媽媽以前 我跟你講媽媽以前開到這裡 開到這裡 開到藝巷 低胸都低到肚臍 開到藝巷 開到藝巷 真的 肉背中都倒過來穿 然後跌倒 夢娜跌倒的時候全部趴下去看 有沒有 這是一個橋段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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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